Zither Harp Let's go Whatever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can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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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Ang Lee Zither Harp And is here for Best Picture for Life of Christ 李安电影少年拍的奇幻漂流 荣获本届奥斯卡 最佳導演等四項大獎 藉而在全球掀起一股 印度的觀光熱潮 尤其在電影男主角 出身的南印度 奇特場景比電影還不可思議 這是一堆 這是一堆房子 太大了 這張現在還滿鎖 這樣會開通鎖 鑰匙怎麼很有趣 鑰匙超大 好爽 等一下 鑰匙太大了 一座城市放眼望去全是豪宅 還有全球唯一的億萬豪宅住宿 住一晚竟然連你兩天的薪水都不到 沒想到現在來的 滅月套房 這好像挺能訓練的 看一下這個全印度 最厲害的滅月套房 到底有多厲害 開門 全世界最大把的鑰匙怎麼用 百年豪宅金庫 又藏有什麼寶藏 愛玩客不但要直擊富豪生活 還要到南印最夯的 億萬豪宅旅館要折扣 三千元億萬豪宅住一晚 你選一不要臉 時尚最不要臉的任務即將展開 位於南印度的Tamiyo Nado 是僅次於孟買的印度第二經濟大臣 能有這樣厚亞郎的表征 全都敗次於富豪小鎮Chetina 從700年前 這裡就已經是皇室貴族的大本營 而當時的皇宮豪宅至今也保留完整 成為南印重要的文化遺產 不過這股豪宅人至今仍持續發燒 保守估計在Chetina 目前至少有超過一萬一千戶豪宅 不但密度堪稱全球之罪 至少有一半豪宅還都超過百年歷史 新舊世代的豪宅建築 不但在觀光上營造出一種穿梭時空的魅力 這裡還衍生出前所未見的一萬豪宅住宿旅遊 穿越時空一百年的貴婦生活 到底是當什麼樣子呢 只要越過這道時光之門 就可以得到一切的答案 原來王公貴族他們家裡是長這樣子的 你看看 一定要有這樣子華麗的吊燈 還有 海色的窗簾 屋頂除了特別氣派的飄高設計以外 你看它上面那個特別的裝飾 其實這個是這裡當地傳統TEMPO的屋頂 才有這樣子的設計 看這樣子氣派的大廳 感覺以前皇宮貴族的生活應該是像 算了 還是先不要做白日夢好了 我們去看皇宮的後院是長什麼樣子 以穿梭時空為概念的這間豪宅旅館 所有的木造設計 皆來自於印度皇室御用的緬甸幼墓 一萬造價讓這間豪宅旅館 開業短短幾年立刻聲名大造 還被評為Chatina最奢華的心急住宿首選 而傳統皇室超大空間的格局 除了雁柯大廳 連住房的空間感 也讓人為之驚豔 哇 在Chatina這裡的住宿也不簡單耶 你看 這邊旅館每一間套房 都好像是一個自己的小豪宅一樣 外面還有糖也可以讓舒舒服服的看風景 裡面長得怎麼樣呢 哇 這一間是這裡最頂級的套房 你看在這邊一進來門口 這裡還有一個很大的玄關有沒有 還有這邊有座椅 可以讓這邊舒舒服服的 而且裡面你看 這邊的瓷磚 這全部都是Chatina的手工瓷磚耶 哇 還有它的家具 你看這些座椅 上面的凋世都好精細 好漂亮喔 這不愧是以前你知道 Chatina這區啊 都是那種豪門啊 望族住的地方 所以你看 他們的很多家具啊 擺飾看起來感覺都很簡單 但是很多小細節都很漂亮 你看 房間裡面這樣子 跟外觀整個讓你就覺得說 好像走進了豪門的感覺 當一天的貴婦 而且呢 外面還有驚喜喔 Surprise 王公貴婦怎麼可以沒有自己 私人的小花園喔 所以你看看 而且啊 這邊旅館的設計啊 都是仿造Chatina 150年來的傳統建築風格 以前喔 你是再有錢 都買不到這樣子的地位 不過是要花一些些錢 之後可以讓自己 當一天的王公貴婦 還不賴吧 好 兩人客房 從衛浴到客廳 空間上絕對都超過 一般飯店兩倍以外 獨立花園也是傳統豪宅 必備的設施 為方便觀光客 這裡還有推出三天兩夜 一泊二食的住宿套裝 一個晚上彩幣四千四百元 還會有導遊免費帶你去Chatina 最熱鬧的老街與古蹟 不就算是住豪宅 還是不能忘記小資愛玩客的宗旨 炒康大放送的時間來了 又是小資女最不要臉的時候了 要折扣 嗨,我愛你的營業 對,非常漂亮 讓人們放鬆 所以我們可以有折扣嗎 如果我們的觀眾看到這裡 可以有折扣嗎 可以有折扣嗎 對,你來這裡的時間 對,你來這裡的時間 所以你來這裡的時間 我們會給你30%折扣 我們也會看到17.5%折扣 大概是50%折扣 喔,老闆好大方喔 你知道嗎 原本可能是一間 就是六千五魯比左右的房間 現在打了六、九折以後 四千五魯比 但是他說 其實這個折扣不只是六、九折以 其實是五、五折 因為這邊的稅很重 大概有十七%左右 但是他,全部 自己吸收 包括一個折扣 所以給我們的觀眾很低 謝謝 我跟你講,不管是六、九折還是五、五折 怎麼算 反正就是縮就對了 換算成台幣 大概一間房 兩個人一間 兩千五台幣不到 包括 breakfast YES 而且還包早餐喔 哇塞,住得帥又吃得好 真是太好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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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整座城市貴氣逼人 豪宅驚弓相向 但還是可以住到破盤價的豪宅旅館 豪宅Check in之後 老闆推薦我們一定要到 Chatina最熱鬧的老街 因為來這就算你吃到吃 也只需要花你一個銅板 這邊呢,是Chatina的鬧區 你看看這兩旁的建築物 上面鋪滿草的屋頂 我告訴你喔,這條街呢 已經有七十多年的歷史了 在這裡呢,可以看得到 Chatina最道地人文和環境 而且啊,這些小店裡面 還藏著以前貴富會吃的傳統下午茶點心 到底是什麼呢 先去照看 Chatina老街的歷史背景 相似於台灣的大溪老街 昔日旺族的集散地 經過近百年衍生為觀光區 早期名流貴族最愛逛的這條老街 如今成為Chatina最著名的小吃街 許多超過半世紀的店鋪 賣的是所謂的富豪小吃 尤其一家賣了近半世紀的小鋪 有一樣零食 讓古今中外的貴婦都愛不釋手 我剛剛看這間店人很多 而且其實它有的空了以後 後來老闆又再補貨像這一桶 感覺應該是人氣第一名耶 所以... 什麼名字呢? 什麼名字呢? Cara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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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我剛剛看到它幾乎已經賣光了 然後現在老闆把他補貨 看起來很像成為那個蝦味鮮耶 我要試試這個 這個OK 對,一點點 對 這個嗎? 對 這個 這個 這個啊 剛剛問啊 他馬上是說 是用那個米的粉去做的 然後油炸的 對 謝謝 好可愛 他們用一個這樣子的包裝這樣子 不用吃 這其實也像人家街邊小吃 這樣子可以帶著走耶 試試看 它吃起來好像那個 那個什麼 我們不是會吃什麼Pokey之類的那種餅乾棒 然後沾那個巧克力醬汁 它好像那種棒喔 只不過是比較就是... 偏鹹的口味的感覺 而且攪久了有一點點那種... 有一點點那種辣辣的味道耶 而且... 剛剛才說有個蝦味鮮 這個是鹹酥雞吧 他們的鹹酥雞 不是像我們這樣子街邊油炸蟹賣 他們是這樣子裝來... 放得好像那個什麼 乾貓獎那種甜點一樣 這樣子一桶一桶的 好嗎 你覺得這個裡面到底會是炸什麼 肉嗎 欸 給它看起來你看 真的長得超像鹹酥雞的耶 可不可以吃起來是甜的鹹才看 好香喔 真的超香的 好香喔 你知道嗎 我吃到中秋節的味道 這不是鹹酥雞 這是蛋黃酥 一樣有個酥汁差好多喔 你看 它裡面有沒有一隻黃黃的東西 這不知道是什麼耶 你吃蛋黃酥 這是洋蔥 這是洋蔥 洋蔥怎麼會是這個味道 它真的外型像是鹹酥雞 可吃起來真的像蛋黃酥一樣 油炸過後的蛋黃酥 哇 太驚妙了 沒想到洋蔥可以做得這麼出神入化 太神了 哇 這兩個看起來跟台灣的東西很像 可是吃起來超不同的 我覺得喔 如果我是以前貴婦的話 我覺得我應該會想要選的是這一道 這一道 你不覺得看起來就是甜滋滋 吃起來就感覺很幸福的樣子嗎 而且呢 你知道印度女人都很愛漂亮 不管是手上啊身上啊 都好多那個首飾裝飾品 所以這也是 編得很像那種手環一樣很漂亮有沒有 我覺得貴婦應該會把這個當作 下午茶點心的首選之一 應該是甜的吧 我猜應該是甜到棒 你看那個顏色 應該是淨甜這樣 淨到超透超透的 What's the leaf Gile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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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看看 哇 哇好漂亮 真的做得很像一個花的形狀 你覺得這個東西應該很甜 聞起來都有一股甜氣 直衝腦門 豪宅妙是一螺框 艾丸客將直擊當地百年豪宅 帶你一虧你想不到的富豪人生 哇 這就是貴婦 什麼貴婦輪 這麼大 這包起來還沒死 我這樣會開錯 這貴婦怎麼可以用去 鑰匙超大 好小 不行 有一個嗎 這貴婦 這麼大 哇 到底是什麼樣的豪宅 要用到全世界最大的鑰匙 這個花的形狀 你覺得這個東西應該很甜 聞起來都有一股甜氣 直衝腦門 這個不是我的口水喔 對 先澄清澄清 一咬進去 你看 這是糖漿吧 這個好像那個喔 我們吃那個什麼 麻花卷 這樣麻花卷子 它沒有那麼硬 然後所以一咬下去 就劃在你嘴巴裡 然後你看 裡面這個糖 好 一含下去那個溫度有沒有 瞬間都變成糖水糖漿了 這個一定是下午茶的點心盤裡面 一定有的東西 因為吃這個東西 一定也要配茶 好甜喔 可是這個甜甜的好舒服 好開心 又甜滋滋甜到心盤裡了 這個我喜歡 YAY 我覺得我找到了 在這邊全年貴婦傳統下午茶 我找到最愛的 應該就是這個 我自己喜歡啦 我自己喜歡啦 但是買這些到底多少錢啊 我都忘記了 欸 貴婦也是要付錢了 How much is this? 7 rubis 7 rubis 7 rubis 喔 一個7 rubis喔 才台幣也差不多3塊多 不到4塊 And how much is this one? 鹹酥雞 10 rubis 10 rubis 10 rubis 這個東西要10 rubis 還4顆而已 好貴喔 5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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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rubis喔 所以我這樣有50克嗎 欸 差不多差不多 因為我剛剛吃掉了一個 所以大概5顆 然後就10 rubis 1顆就要2 rubis 其實換算台幣都還好 都很便宜耶 And this one 夏威仙 10 rubis 10 rubis also 所以像這邊這兩個點心啊 都是50公克 你看像這樣子小小一包 然後10 rubis 其實換算台幣大概是5 6塊而已 其實都超便宜的耶 而且你看你可以買這麼多樣不同的東西 然後都是小包裝很簡單 它沒有一次要賣你一大包 然後你就可以買很多不同口味的東西 這樣子帶回去吃 到台灣的觀光客 口渴會想到珍珠奶茶 而來印度想喝造地飲品 絕對非它莫屬 號稱全Tamiya Nato 人氣No.1的拉茶 現藏在這條老街上 你來出來嗎 來 來 先看它怎麼弄 這樣 等一下 你剛剛有拉這麼高嗎大哥 不是... 不是...你剛剛拉得沒那麼高啊 什麼高 光是連摸這個玻璃杯 裡面是空的 都很燙耶 都很燙耶 這樣也算拉了 這位大姐要秀一下好了 我還是第一次看到女生拉茶耶 這樣是唱下的意思嗎 隨便一個旁邊的人 大姐 人人都會拉 在印度人人都會拉茶 OK 再高一點 快一點 我知道 快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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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想快一點 快一點 我怎麼覺得茶有越來越少的感覺 快一點 每拉一下心情膽 你看好了 我都覺得我怕我手要不見了 你還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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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茶好像只剩半杯耶 倒一下看看 媽媽的手勢真的很俐落 厲害耶 大便 這樣都可以了 剛剛好像把它是滿的 現在變成三分之而已了 印度的菜 其實就是一種煉乳紅茶 由於老師傅常用兩個杯子 讓茶飛來飛去 所以又被稱為飛茶 滿足視覺效果之外 還能達到降溫 而且拉得越長 除了代表功力越好 打出的奶泡更能增添口感 在這邊你要點茶 就跟他們說 茶 其實這個音譽 是有點從中文過來的 然後這樣講 他就知道說 你要來一杯熱呼呼的茶 沒錯 就是熱呼呼 在印度很妙 不管再熱的天氣 他們茶絕對都是喝熱的 熱的會冒煙 你看看 那個茶葉有沒有 它泡在那個杯子裡 直接放在這個 好像蒸氣鍋一樣的東西上面 每一杯現點現做 都是這樣子直接這樣子 用茶葉泡的 沒有錯人家讓一桶一桶 放好給你混合 而且我發現 它是用那個炭火在燒耶 你看這裡 對 你看 它是用木炭耶 木炭下去燒這一個的耶 這個牛奶加熱 這個牛奶加熱 這個多少錢 五塊錢 五塊錢 你知道換算台幣才兩三塊而已 好便宜喔 所以我在這邊一頓下午茶 這樣十塊台幣就可以解決耶 先喝喝看 茶拉的怎麼樣 這就是正宗的印度拉茶 因為他們的糖啊 真的那個 不知道為什麼喝起來 就特別的香甜入口 而且那個茶味 茶香味很濃很重 你不是只是喝到奶味而已 喝到的是真正的那個 茶葉的茶香味 雖然拉茶只賣熱的 但天氣越熱客人越多 而且杯子越小客人還越愛 顛覆一般傳統觀念 老街新奇事物真是一潑潑 接下來還有個Chetina必吃美食 就算吃完會汗流浃背 店裡每天還是大排長龍 Chetina的美食這麼多 到底什麼傳統美食 是貴婦一定要吃的呢 我相信來到這一家 看二十年的老店 應該可以找到法案 你看看這外面多漂亮 五顏六色的 可是這個砍棒喔 我的天啊 真的是有看沒有懂 你看看 看得出來這個媽媽 應該是在燒菜沒有錯 可是其他這些文字 對我來說就像圖騰一樣 啊 有啦 AC 所以裡面有冷氣 貴婦應該會喜歡 這裡那麼熱 進去吹吹冷氣吃飯會比較舒服 好啦 進去找找看 到底貴婦吃的美食是什麼呢 我們怎麼搬油跟芭蕉椰啊 不是說有冷氣嗎 也要自己刪嗎 若你猜的是椒葉大餐 那只能恭喜你答對一半 因為在南映的餐飲 習慣與椒葉取代盤子 所以椒葉餐只能算是一個統稱 而在印度用餐 有冷氣的地方 也大約要多收餐費的百分之五十弩比 不過既然來了總要入境隨俗 感受高溫吃熱食的滋味 這道讓老饕不惜搭飛機 也要來吃的傳統料理 最大的魅力 就是Chattina著名的醬料大車品 一片椒葉集結了印度美食界 最酸辣刺激的口感 尤其是辣的境界 竟能讓不善吃辣的人都欲罷不能 我們放在這裡 這是大利 所以它和生米肉 和雞肉 還有兩種類的咖喱 然後這是鰲肉 這是食物 想不到這片芭蕉麵上面擺的東西 還真有學問耶 其實它吃的東西好種類好多 但這是什麼 這是熱的口感 這是檸檬 檸檬 它是熱的 這很像很多檸檬梳在裡面 油酸 麻 到最後與台灣舌浪相比敵的辛辣 每個層次都深深烙印在嘴巴裡 雖然只有三種不同的咖哩醬汁 卻能創造出各種千奇百怪的味道 特別的是在這邊吃飯不怕你吃倒 就怕你吃不飽 吃不夠服務員還可以幫你加飯加醬加菜 也不加價 不過以辣為民的Chattina食物 可不是每道菜都能讓人吃得消 它這個桑巴好好吃 很像蔬菜咖哩有沒有 但是加了一點點的辣椒那個辛香味 而且它這個湯湯水水的 或者這樣子那個飯吃啊 很像那個湯泡飯的感覺 然後加上旁邊這個菜啊 脆脆的 其實吃起來口感很妙 嗯 而且這也是 我還是第一次在這邊吃到秋葵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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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 好 而且又酸 很酸 但是很特別 所以如果我感覺很酸 我可以喝這個 不不不不 如果你想吃 真的嗎 如果你想吃這個太熱 就試一下 我可以試一下 我可以試一下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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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是優格嗎 喔優格 對 對 優格 對 它喝起來就像優格 對 優格可以解辣 所以它不會覺得很辣 別說是觀光客 就連許多外地的印度人來著 都會被Chetina 辛辣多餅的口感所震撼 不過逆向操作 反而讓這間老店人氣大增 甚至還研發出一種 最具代表性的小鎮美食 讓我試一下這個雞 這個也有點辣 這個地方 對 這個地方 好 但是這個在全印度的全印度 全印度都聞名的Chetina鴨 這間老店 這間老店 太大了 那間老店 感覺好像打開什麼一個藏寶庫 那間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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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這些房間門都關起來 超神秘的 現在可以看裡面 到底按照什麼行蹟 哇 哇 哇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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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驚人的 我們都追到版 到天花板了 是真的 全世界最大的鑰匙 竟能打開一萬豪宅禮 價值連城的寶庫 寶庫裡到底有什麼 讓印度貴婦笑翻天 廣告回來馬上 一度都聞名的Chetina鴨 這間店 這間店 雖然叫做Friends 不過對料理可不友善 尤其這道Chetina鴨 堅持要辣到顧客臉紅耳赤才算數 不但辣度沒得條 老闆沒來由的堅持 反而更讓Chetina鴨遍全國 所以這個價值多少 基本價值 70元 這樣子一份這樣子 吃才70塊魯比耶 70魯比 你知道算成台幣大概才三四十塊而已耶 三十多而已耶 真的這五告瘦的 幾十塊就可以吃這樣子一個大餐 而且又道地又傳統 但是如果多一點點預算的話 Chetina food 這一定要點 How much is this one You should cost 150魯比 這個要將近兩倍交夜餐的價格 150魯比 不換算成台幣的話 其實也還好 大概七八十塊左右 所以你大概一百塊 在這邊就可以當一個貴婦 吃這樣一個大餐 OK 我還沒問題 這個完結完 這個完結完 你看他這邊 吃完以後 還會通常有個 注銷化的東西給你 但這是一個什麼東西呢 看起來好神秘喔 If you eat good digestion and the summer course will get clear 他們飯後吃注銷化的東西 是檳榔葉 不知道裡面包著什麼神秘的藥槽耶 很好吃喔 吃起來好像那個甘草糖喔 這個很甜 很好吃喔 吃起來好像那個甘草糖喔 很好吃喔 吃起來好像那個甘草糖喔 對 非常甜 所以咬起來的時候不會很難嚼 好像薄草糖一樣 嗯 吞下去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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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過豪宅旅館 吃過Chatina交夜餐 導遊說這些都是觀光客必備款 但如果想要穿梭時空 一虧百年前最原始的 Chatina豪宅樣貌 與傳奇美食 跟著它準沒錯 奇怪 當地導遊告訴我說 在Chatina這裡的傳奇美食 來這裡早就知道 可是 我看這區好像不是那種 古蹟一般就是人家的百年老錯耶 而且這一間 看起來一點也不像石塔還是餐館啊 真的會有傳奇美食嗎 謝謝 謝謝 Mr.Tala 是的 我們的導遊 是你的家嗎 是我的家 是你的家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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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他說神秘美食 是在他家裡嗎 哇 所以你說我可以找到 神秘美食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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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煮飯的地方好妙喔 是在一個好像那個天井的地方耶 所以它是開門廚房嗎 對 開門廚房 哇 這算是那個印度版的閒來晚餐嗎 它直接把我洗到他們家廚房來這邊吃飯 外觀簡直就像一般的世界遺產保護區 要不是導遊帶路實在很難與民宅做連結 傳統的Tretting的豪宅一進門就是一個開放式的多住大廳 格局的大小與家庭人數多寡 則最能直接顯現豪宅主人的經濟地位 導遊家族在這裡超過三百年 家族成員全盛時期曾多達一百多人住在一棟豪宅內 當時豪宅戰地就宛如一座足球場 大家庭的生活模式用餐就直接到天井開火 只是人數眾多光準備食材就要超過一小時 不過熱情的貴婦團怕我閒者無聊 特別帶我逛逛傳統豪宅 此時一個驚人的寶物現身了 這是櫃房子 櫃房子太大了 所以哪個地方 感覺好像打開什麼一個藏寶庫 哪個地方 對 告訴你 哪個地方 哪裡 旁邊那些房間門都關起來超神秘的 現在可以看裡面到底暗藏了什麼玄機 這邊可能有金子 天啊 天啊 超驚人的 都追到滿到天花板了 是真的 你們看 這是什麼 這個什麼 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個東西是要說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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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全家對 或什麼 對 對 與 latent 它們結婚 對 结婚了 结婚了 每个女孩的妈妈会给我们 你的妈妈给你 你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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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结婚了 我结婚了 这是给珍 而且是一大床的派下来的 这是传统吗 传统 是 是 你也有一个房间 我还想看 我还想看 是你妈妈给你 我还想看 妈妈 妈妈 这个家族好方道 我可以进去 我可以进去 看 我可以进去 看 你看 看 这个房间又不一样了 每个家族送的东西 喜好都不一样 这是什么 哦 这都是草莓 所以常常会给一些 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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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坐下 每一個房間就是這個寶庫耶 代代相傳近百年的嫁妝 雖然都以廚房用具為主 但每件都像古董一樣價值連城 畢竟要嫁入豪門 嫁妝可不能落差 也難怪要特別打造出 一把全世界最大的鑰匙 把它鎖起來 除了嫁妝房 印度豪宅內還有個聖地 一般人要是當日開婚 還不能靠近 攝影師現在不敢見得 攝影師今天吃了很多肉 我吃太多肉可以吃嗎 他們一進來 其實就不講話 然後就非常認真寧生的 對 儀式讓胃膀 他們那抹在額頭上的粉 就是從這邊來的 他給你塗白色耶 對啊 他給我塗白色耶 你老公呢 白色的意思不是說 那個老公不在嗎 他會給你塗紅色耶 那不同的耶 可以這樣子嗎 可以這樣子嗎 所以這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Viboudi Viboudi Kungguma Kungguma Oh for pray 喔 原來是 現在媽媽幫我塗的這個呢 這個是他們就是 跪拜後 虔誠的拜神以後呢 For pray Asi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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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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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的Blessing Blessing 是一種祝福 Makari 你看這個小小房間裡面啊 不只是牆上啊 還有這個主要的就是 牌子這邊就擺了很多的神像 還有那些 項鍊啊東西 可是那些本身一些神社的意義 可是進到這小小房間裡面 大家就是這樣子會非常虔誠 然後呢 向球祈求 向神祈求一些祝福 然後抹上這個粉這樣子 真的很謝謝媽媽 Thank you for let me come inside 逛完豪宅最重要的寶庫與祈禱室 天井飄來的陣陣香氣 實在很讓人好奇 需要準備到一個小時的富豪大餐 到底有些什麼 喔 紅色的牛肉 沒有糖 糖 糖 巧克力 加在一起 喔 糖跟那個巧克力加在一起 我怎麼覺得好像那個 因為吃到跟台灣很相近的食味 好奇妙喔 在印度廚房找到自己加香味 嗯 所以這個好嗎 這是好嗎 喔 已經結束了 喔 已經結束了 這是食物的食物 喔 所以多少餐廳 6 6 6 喔 6 哇 今天晚上有6道菜可以吃耶 好棒 這看起來很像季貴耶 對 什麼是這個 Paniano Paniano Red rice 喔 你演講去做的 這名叫Paniano Paniano Paniano 這是 喔 我們今天吃的大餐 真的很滿氣 Pani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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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n this is white 這是 white 這是 white Paniano 所以這是同一個Paniano 對 同一個Paniano 對 同一個Paniano 對 同一個Paniano 哇 你看這邊還有 不同的味道 對 不同的味道 對 不同的味道 對 不同的味道 是甜的嗎 不是甜的 不是甜的 但是不同的味道 對 不同的味道 對 不同的味道 好 而且坐到現在 你看天都黑了 我也只看到這兩道菜 其他食材都還好好的沒有動耶 現在幾點啊 現在才七點嗎 難怪 他們做飯這樣慢慢來 非常值得時間 因為你知道其實 原來印度人吃晚餐吃得很晚 通常你吃晚餐 9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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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是晚上9時半才吃晚餐 所以現在很早 對 是因為為了要介紹我們這一組客人 印度的生活步調本來就比較緩慢 加上用餐習慣不同 在台灣要是下午三點 就讓你開始準備晚餐 應該也會講究慢工出細活 特別是這些富豪厚衣 親自幫我們下廚 別說傳奇美食 說不定讓這些身價億萬的 廚師娘親自下廚 百年後又是另一個傳說 這一盤 讓每個懂印度餐的人 味蕾都要暴動了的 印度定食 Trading the Food 少年拍的故鄉Pondicherry 不但是里安電影的拍攝地 一座藏匿在森林海岸的蜜月Villa 更被評為此生必有十大景點 這個環保度假車還有個最大的賣點 就是這裡 超過七百公尺長的天堂海岸 What we are waiting 全印度排名第一的蜜月塔 連好萊塢明星想住都還不一定有 我們看一下這個 全印度最厲害的蜜月塔吧 到底有多厲害 開門 讓每個懂印度餐的人 味蕾都要暴動了的印度定食 Trading the Food 那我跟你講 通常都會有六菜一主食 主食就是可能像那種餅類 或者是一份類的 今天好像剛好沒有 菜的話一定會包含有一個甜點 就是這樣寶寶的部分 這個Chartina Food 最有名的就是 它這個香料口味多元的變化 又香又辣 難怪讓每個人的味蕾都暴動 哪一種最辣的一種 這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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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Galic Chutney Galic Chutney 葱姜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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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吃吃到旁邊人說葱姜醬 以為想想想做這個甜的 還沒還有一個 Chi-Li Chi-Li醬 OK 怎麼吃呢 吃這個 吃這個 D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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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起來有點酸酸的 但不太辣 不太辣 反正不管你拿哪一種餅類 全部都一定要跟這個辣味的 混在一起 番茄辣醬 可說是Chetina傳統美食的靈魂 要是用當地人的嗆辣標準 可能喝完一缸的水都無法解辣 別以為這Chetina的傳統美食 只有豪宅才吃得到 當地許多餐廳 也有重新包裝成 更精美的Chetina懷舊定食 就像我們的鐵路懷舊便當 能讓百年老味道持續流傳 同樣在南映 少年拍的故鄉Tondie Cherry 這裡不但是大導演 李安的電影拍攝地 一座藏匿在森林海岸的蜜月Villa 不但被評為此生必有的十大景點 全印度排名第一的蜜月塔 連好萊塢明星想住都還不一定有 閃閃閃 接下之間太閃了 不過閃的不是價錢 是頭銜 讓全球名流都瘋狂追求的 海岸森林Villa 竟然是全印度最佳的蜜月度假村 不過竟然身為小資貴婦 這個價錢當然出乎你意料之外囉 住一碗只要 三千元 最低呢一碗台幣只要三千元起跳 你呢當然也可以選擇更頂級的享受 像這裡最豪華的Villa 就有個自己私人的游泳池 你不用去外面跟人家血液 還擠去的 人家走出房間跳下來就可以暖水 一個晚上九千九就可以有個 自己私人的大空間 依靠海岸森林搭建的度假村 強調的就是一個隱密性 就連在森林區的露天泳池 都能給人一種完全無干擾的自在感 另外海岸線長達700公尺的海灘 更是放空漫步曬恩愛的好去處 渡假村之所以成為印度一大亮點 在於建材使用大量的環保材質 除了大片玻璃來增加屋內明亮度 更藉著太陽能板來提供整座Villa的電力 而這渡假村唯一的蜜月塔 從內到外的設計巧思包著你大吃一驚 我的天啊 沒想到竟然來蜜月套房間好像挺能訓練的 我的天啊 看一下這個 全印度最厲害的蜜月套房 到底有多厲害 Open the door 全南印最高的蜜月Villa 大到能讓你游到手軟腳軟的泳池 還有讓人口水急流的有機料理 愛玩客觀眾入住絕對比誰都便宜 相信嗎 住一晚連你兩天的薪水都不到 全印度最厲害的蜜月套房 到底有多厲害 Open the door 哇 天啊 我剛剛以為我已經到最高點了 怎麼應該還有一個樓梯啊 我的天啊 這上面還有什麼 你看這裡 雖然這個房間 空間感覺不大 可是其實還蠻舒適的耶 而且應該是床 哇 彈性很好 很軟很舒服 而且一起床的時候 看到景色好棒喔 又是一片森林跟 藍天白雲海邊這樣子 幫你喚醒 起來的時候啊 就算讓老婆睡眼輕鬆的 老公這樣輕輕這樣喊他兩天 老婆起來看海喔 兩個又肯定 殘免一番吧 而且 你看 蜜月套房必備款 按摩浴缸 哇 這按摩浴缸 喔 好大喔 這幾乎大小的根本是一張雙人床了吧 欸 我叫他去生殖耶 天啊 這兩個人這樣子 一左一右的喔 然後再來一杯調酒看幾次了 太美了 而且我發現 你看看你看看 我們可以看到隔壁耶 可是我們看得到別人 別人看不到我嗎 因為這是這整個 這個度假村裡面最高點的套房 哇 真的是可以完全不受任何的打擾 在這裡的這個塔頂上面 蜜月塔高15公尺 相當於五層樓的高度 但居高臨下的絕佳視野 讓人爬得再喘都值得 不過別太早滿足喔 因為多設計的這一層樓梯 讓這間高空Villa 又要升為全印度排名第一 不累耶 你知道嗎 這裡應該可以算是 最頂級的發呆庭了 你看看 哇 我現在真的有一種 當那種皇帝 或是皇后娘娘的感覺 他不換的海景 我終於可以理解 為什麼這一間套房會被稱為說是 全印度最佳第一名 第一名的套房了 就是因為它這個 至高無上的葬運的景觀 難怪被稱為蜜月塔 看為關址的高度 真的讓人爬上去就不想再下來 夢遊閒境般的視野 讓這座蜜月塔 被評為全印度第一景觀Villa 但這裡租一晚的價錢 不僅出乎預料的親民 愛玩客要到的折扣價 更是空前的福音 這裡原價呢 一個晚上是一萬兩千塊盧比 換算台幣的話呢 大概是六千六台幣 不過我要了Discount 可以打八折 八折 八折 八折換算台幣以後呢 是大概五千兩百八十塊 有沒有算得非常精準呢 而且還包含了一頓早餐喔 一人只要三千元不到 就能入住印度排名第一的空中Villa 不過要是你以為這樣就結束 就太可惜了 因為小資折扣二連發 我們幫觀眾要到一個 蜜月套裝的大優惠 三天兩夜 一碗折扣台幣四千五百元 包三餐之外 瑜伽還有所有設施隨你用 這樣好康加上奧斯卡加持 能不行動嗎 老街 老房子 老味道 復古的旅遊型態在全球逐漸發燒 七百年歷史的Chetina 藉著福克豪宅 與熱情的豪門後衣拉近距離 大導演里安獨居會也 向眾的南印度 等你來感受 穿梭時空的奇幻漂流 露營耶 他露營耶 太暗了啦 我政府開喔 是… 是… 師傅你要教啊 你跟一個小朋友講 對… 是印度美食之首 是印度美食之首 好 你看你叫郭婷 謝謝 沒有 你這很中嗎 來印度最神秘的優化境地 那是印度美食的指標 更是貴族世家的抵爭之力 對… 朱光寶氣不貴敵人 沒有孩子經常吃沒關係 這次居然以找我 當個小隻貴婦 帶你穿梭印度一年